大家好,我是小狗 哎,自从美食街开业以来 我的肚子就不自觉的凸起来了 都怪美食街的食物太好吃了 可是作为一个女孩子 长胖真是讨厌极了 谁叫你是汤吃鬼 你不吃就没事了 这是肥小狗 丑梅子,你羡慕啊 谁叫你进不来我的极限生存 嘞嘞嘞 呀,我才不稀罕呢 祝你这个笨小狗 变得又肥又胖咯,哈哈 喂喂喂 这臭梅子真是口无声啦 不过啊,说真的 美食街在这样开下去 零食在这样引用我 我怕自己真的控制不住 然后,然后就 呀,我不吃了 扔掉扔掉 嗯,真香啊 我真的控制不住 哼哼,我不想变棒 这个怎么办呢 哦,有了,有了 我可以做跑步机 这样我吃多少 多运动一点点 差不多就能抵消啊 嘿嘿 我实在太聪明啦 嗯,我的跑步机要做成少女行李 那么,小羊 我又来给你们剪头发啦 最近啊,天气特别热 我是来帮你们进阳进阳了 咻咻咻,舒服了吧 诶,之前长过色的小羊 捡了羊毛后 看起来有点丑耶 不过啊,不过啊 不过啊,你们放心好了 过几天你们依旧是羊群中最帅最美的咩咩啦 哈哈 够了够了 开始修建少女跑步机 先用羊毛把跑步机的底旁搭建出来 哒哒哒 然后就是搭建跑步机的链条 最后就是搭建跑步机的把手 一块一块用心的叠啊叠 你看,不疑话 上女跑步机模型就出来了 现在,重头戏要来咯 把最重要的零件转轴方块做出来 记得要做开关哦 OK,把转轴方块整整齐齐的放在这个位置 接着连接白色羊毛作为跑步带 最后放上开关 等等,一个简单的跑步机就启动了 当然,三条把步带消耗的卡路里比较少 我要再增加三条 嘿嘿,这下我就可以放开吃了 顶多吃饱之后,多来跑几圈 肚子也就不长大了 哈哈 好嘞,让我先在上面跑一下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肚子你不要长大,你不要长大 嗯,有点累了 既然我自控不好 我得建一个奋斗的模型激励我 建筑小能手,开弓开弓 嗚呼,搞定 你看,这模型手舞主导 时刻充满着斗志 那我也要奋斗,努力 跑起来,跑起来 不长看,不长看 又是否真是感動地 吃饱水 吃饱水